歡迎大家收看我的第一個開箱視頻 我今天要拆的東西就是這個迪士尼九十多年版的collector chest set 很可愛 黑白棋 之後 因為我最近在學西洋棋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會玩它 這個應該是白棋那邊的國王和皇后 我們事不宜遲拆開它來看看 時眠現在大家都在旁邊的狀態當中 太無聊又不想買衣服 買什麼好呢 就買一些好像這些那麼抑制 但又好玩的遊戲 可以跟朋友玩 但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是沒有什麼朋友懂得玩這個西洋棋 可能要再發掘一下 不過我最近真的有努力在學習的 這副棋介紹我買的那個人 他是在加拿大居住的 加拿大就是 加子八十元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在Amazon搜尋這件事 才是三十八元美金 黑和白 兩個Player的棋 那現在再看看這一盒棋開了之後 有些什麼呢 有一個這麼大的說明書 教你如何擺棋 以及誰打誰 因為它最有趣的就是 那些角色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去代表那個棋 但是很遺憾的是 我除了米奇買來 Dolta和Daisy之外 其他的人我都不認識 我可能是Goofy 那這個就是那個棋盤 嘩 這麼大 有我半個身感 這麼大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 拆這個棋 看看 認識一下卡通人物也好 我覺得 這個 第一個下來了 這是一個Night 是超有趣的 因為它是 它可能 可能是給那些 好像我這些 不懂卡通人物的 不懂迪士尼卡通人物的人 看的 這個是Night 騎士 為什麼它先追上來 其他都沒有 這個是Ruke城堡 這個是誰 不知道 好 OK 白棋的國王 Micky King OK Queen Mini 然後有Daisy Daisy是 Bishop 對嗎 應該是Bishop 我會再檢查 這裡有寫嗎 對了 Daisy是Bishop 糖露鴨也是 兩公共沒有理由分開 還是Couple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結婚 那這一位仁兄又是一個Night 另外一隻Night 是這個 他們兩個可能都是狗仔 所以是Night 不是 人家明明是Night不是騎士 whatever 這個是 但是這個是不是也是一隻狗 原來有三隻狗 之後有很多Pon Pon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 User friendly 好像我這些 不記得東西的人 他不會用其他角色 來代表這個Pon 這件事實上是感恩的 那我先把白棋拿出來 它的質地是索尿的 我以為會比較重 但是其實也頗輕 好了 兩隻松鼠 拿一個 Ward 把棋子 按這個順序 放好它 雖然說我正在學習 但是其實 放棋子這件事上 我的Cat 和Queen 都會擺錯位 我可以記得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放在哪裡 但是King and Queen 真的搞不清楚 先不要說怎樣抓棋 因為我自己也奇藝不正 但問題是 作為一個 剛剛認識這些 小 這些卡通人物的人 來說 我覺得有時候 我可能真的要看著 他下面這個 標籤 才知道 他是誰 不是 那我認得 唐老鴨的 只不過我是不認得 Night的 這兩位 那我現在請了 一個很好的朋友 跟我一起 去捉一下這副棋 Hello Snoopy 我現在其實主要是想來 配備一下尺寸 這個 這個 King 在他的 腳 來看 就是 這麼大的 我猜 這個應該有 兩 尺寸 他說 最高這副棋 最高的棋 是會去到兩尺 我想這個就是King的尺寸 其實這副棋也挺漂亮的 不知道為什麼 沒什麼人買 我想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不太出名 就是沒有那麼多廣告 另外一件事就是 沒什麼人懂得玩西洋棋 或者在他家裡放 我覺得也挺漂亮的 畫面這麼多好 Snooby怎麼有些黑的 好了 那我就打算教Snooby怎樣去捉這個西洋棋 所以 這次開箱就到這裡 下次看看有什麼新奇古怪的東西 我再試試開箱 可能下次開Supreme吧 再說吧 拜拜 拜拜 歡迎大家收看第一次 我的開Supreme 那我就等了差不多三天 因為我實在沒辦法 構思這條片應該要怎樣拍 和怎樣剪 十周年 King and Queen